今天题目很简单 就是马文军的靠山 竟然是我们的大藩鼠先生 大藩鼠如果不高兴也可以去告我 因为他长得实在太像大藩鼠了 这个是可受公平的 看看我们大棚部长怎么照顾我们的 怎么回应的 你不觉得惭愧吗 作为一个国君的大家长 我们真的怀念大棚部长 对不对 我把它整理一下 马文军有没有泄密 没有 大棚部长说 没有 那么你对马文军的看法 马文军委员是一个非常认真的立法委员 专门 他所谓的这个立法委员认真是什么 专门挡我们的 专门挡我们的那个预算 你知道吗 专门挡我们的预算 所以他很认真 是不是这样子 大藩鼠 有这样的部长 我就不懂蔡英文到底在干什么 是麻木了 让这种 他到底是赵少康指派的国防部长 还是谁 马文军指派的国防部长 这样子伤害我们国君 还能够继续待在这个位置 什么玩意吗 说他是大藩鼠 还抬举他呢 跟傻子一样 有这种部长 真的中华民国不要有国防了 我真的是佩服了 能够配合马 我们马委员演到这种地步 这种大藩鼠 我们居然还是在那里 要留作他 我管你派谁 这种人就是不能留作当部长 为什么 不是格嘛 不合格的一个部长嘛 今天题目很简单 就是马文军的靠山 竟然是我们的大藩鼠先生 大藩鼠如果不高兴 也可以去告我 因为他长得实在太像大藩鼠了 这个是可受公平的 我们真的很怀念 我们大棚部长 大棚部长 以前我不觉得 在大藩鼠先生出来以后 我们就真的很怀念 我们以前有一位 很照顾我们官兵 很护着我们这些子弟 的大棚部长 你记得 大家还记得这个 在立法院的画面吗 那些委员 执询的时候 讲到那个 伤害到我们官兵 伤害到我们国军官兵的时候 大棚部长是不惜脱下西装 跟他干啊 相对于我们这位 大藩鼠先生 两相比较 你不觉得惭愧吗 对 那是 那是一个称号 铁棺材是一个称号 对 战车也是铁棺材 你 你四格吗 你 你 你是不是 合格的一个国防部长 讲出来的话 不是嘛 你是国军的大家长 你怎么会讲这些话呢 对不对 你如果是 你如果是路人甲路人义 你爱讲什么 没有人管你 因为你就是一个大藩鼠 长得又像大藩鼠 对不对 你就是一个 就是这么低 你知道吗 我说真的 他的脑袋挖里头 真的跟我比 那么一高一低 差太多了 你知道吗 你信不信 我现在跟他比任何东西 他只要讲说 我们现在挑战 我跟他挑战十项 不管是体育 作文 或者是英文 甚至日文 我们都可以比 好不好 数学 他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 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 所有的东西 他都不是我的对手 我们如果找一个话题 找一个题目 他觉得说 他可以跟我比的 找一家 找一家电视台 我跟他比 简直不是 根本就不是对手 你知道吗 low 太低了 对不对 看看我们大藩部长 怎么照顾我们的 怎么回应的 你不觉得惭愧吗 作为一个国君的大家长 我们真的怀念大藩部长 对不对 我把它整理一下 马文君有没有泄密 没有 大藩部长说 没有 那么你对马文君的看法 马文君委员是一个 非常认真的立法委员 专门 他所谓的这个 这个立法委员 认真是什么 专门挡我们的 专门挡我们的那个预算 你知道吗 专门挡我们的预算 所以他很认真 是不是这样子 大藩数 对不对 你国防部有钱嘛 你国防部可以告我啊 你用国防部的预算去告我啊 有这样的部长 我就不懂蔡英文 到底在干什么 是马文了 让这种部 让这种 他到底是赵少康指派的 国防部长 还是谁 马文君指派的国防部长 这样子伤害我们国军 还能够继续待在这个位置 大家想一想 洪仲丘 高发柱 一个 一个高 一个洪仲丘 洪 高发柱立刻下台 管理什么 总执行不总执行 总预算不总预算 该下台就下台嘛 你们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在干什么 就这样纵容他 什么玩意嘛 说他是大藩数 还抬举他呢 对不对 不认识我 你是哪号人物啊 你当然不认识我 你跟我比差多了 我是美国西北大学博士 你是什么 你屁都不是 一点书都不读 跟傻子一样 有这种部长 真的中华民国 不要有国防了 什么玩意嘛 对不对 你看看 你看看人家 你看看人家的大鹏 看看大鹏 大家回忆一下大鹏 以前真的 我不觉得大鹏说 现在看一看 在比较这个大藩数 你们会不会觉得说 怎么会有这么漏的 你把陆军的脸都丢光了 你们陆军应该 拖弃这种部长 什么玩意啊 有这种不准身的 国军不需要了 还要什么敌人 今天 昨天讲什么 昨天预算 我说国民 民进党真是窝囊 你知道吗 你还要 那么多个立法委员去 好像抠抠 爱求那个马 姓马的 哎呦 你解动 解什么 你干嘛要求他 他算哪颗冲 你就让他动啊 啪的钥匙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选区 慢慢慢慢这些讯息 因为南投选区比较慢 讯息进去比较慢 他们慢慢慢慢 这些讯息进去了 知道说南投选出 南投选出来的 居然是一个什么 居然是一个 居然是一个卖国的 叛国的立委 自然就掉下去 我就不相信 什么深蓝 不深蓝区 没有这一套 我管你是什么 什么颜色的 你国家的安全 不可能在 不可能超过国家安全嘛 对不对 怎么会有这种部长 你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干什么啦 你国安会 你难道不晓得 他在这里乱搞吗 终于和平约目了 难道我们是在 跟马文军斗嘴吗 这是国家的大师大妃啊 能够做到这种 然后不要脸的在那里 哎呀你们 哎怎么样 你们谁的几率比较高 谁的泄密几率比较高 我真的是佩服了 能够配合我们马委员 演到这种地步 这种大番数 我们居然还是在那里 要留作他 我管你派谁 这种人就是不能留作当部长 为什么 不是格嘛 不合格的一个部长嘛 我只是 我讲一句话 会被大家引申 会被大家什么 那你就不要讲嘛 你求过这以前 不是这样子多话的嘛 你这一次为什么 讲这么多话 你为什么现在 就一直护着 护着这个泄密的人 去伤害国家的人 你是什么道理 你脑袋挂到底是什么 你原来笨不要紧啊 笨不要做做蠢事啊 所以我说陆军的 陆军的同胞们 你们看看你们有这种人 是不是把你们陆军 都丢脸丢尽了 真的 我都不愿意再骂 真的骂他 大番薯 真的是抬举他 那个老夫子 那个里面 那个大番薯 都可能都跳出来说 妈 不要把我跟他扯在一起 对不对 那个老夫子 说不定 他做下三任的事 跟我无关 那么烂的 部长 我就不怕他告 你知道吗 因为什么 就是 知道我们真的 一笔下之举 你就知道说 大鹏部长 真的是爱护国运 对不对 大鹏部长到现在 还是 还是那么爱 爱我们这个国家 这块土地 所以你真的不得不去说 我们真怀念 大鹏部长 看到这样的人 这一号人物在这里 乱搞什么东西 恨不得把国家义气给卖了 是国防部长 丢人 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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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